当地时间7月4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阿斯塔纳 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家阿斯塔纳峰会 并发表题为 携手构建更加美好的 上海合作组织家园的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 我们首次以上海合作组织家的形式 举行峰会 好朋友新伙伴 集集一堂共商大计 说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 本组织理念广受欢迎 成员国的朋友遍布天下 当前世界之变 时代之变 历史之变 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 人类文明在大步前进的同时 不安全 不稳定 不确定因素 也明显增加 应对好这一变局 关键要有十变之质 应变之方 求变之勇 我们要牢固树立 命运共同体意识 始终秉持上海精神 坚定不移 走契合本国国情 符合本地区实际的发展道路 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 上海合作组织家园 让各国人民安居 乐业 幸福 习近平提出五点建议 第一 建设团结互信的共同家园 上海精神 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一脉相承 是本组织的共同价值 应该倍加珍惜 始终遵循 我们要尊重彼此 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 支持彼此 维护核心利益 通过战略沟通 消弥分歧 凝聚共识 增进互信 中方建议 成员国 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适时举办上海合作组织 政党论坛 第二 建设和平安宁的共同家园 各国都安全 才有真安全 要完善安全合作机制手段 加快建设 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综合中心 及其下设机构 建设禁毒中心 加强情报交流 开展联合行动 中国将办好 反恐协作2024 联合反恐演习等活动 要发挥阿富汗邻国 协调合作机制等平台作用 推动阿富汗走上 和平重建道路 第三 建设繁荣发展的共同家园 中方建议将2025年 确定为上海合作组织 可持续发展年 愿同各方全面落实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八项行动 用好农业示范基地 地方经贸示范区 生态环保创新基地等平台 促进区域合作 中方欢迎各方 使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参与国际月球科研站建设 中方倡议成立上海合作组织 数字教育联盟 愿向本组织国家提供数字技术 培训名额 推进本组织治理体系现代化 提升运行效能 第四 建设牧林友好的共同家园 充分发挥上海合作组织 牧林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机构作用 继续办好传统医学论坛 民间友好论坛 青年交流营 青年发展论坛等品牌活动 欢迎各方积极参加 青岛绿色发展论坛 妇女论坛 未来五年 中方将向本组织国家 提供一千个青年富华交流名额 第五 建设公平正义的共同家园 共同倡导 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进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推动全球治理 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为消弭和平赤字 发展赤字 安全赤字 治理赤字 贡献上海合作组织力量 习近平强调 团结协作 是上海合作组织 一路走来的成功经验 也是新征程上 应变局 开新局的必然选择 阿斯塔纳峰会后 中国将接任 轮值主席国 中方愿同 本组织伙伴 团结协作 同更多 认同上海精神的国家 和国际组织 携手并进 让构建 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前景 更加光明客期 上海合作组织 轮值主席国 哈萨克斯坦总统 托卡耶夫 主持会议 上海合作组织 成员国 白俄罗斯总统 卢卡申科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 扎帕罗夫 巴基斯坦总理 夏巴兹 俄罗斯总统 普京 卡吉克斯坦总统 拉赫蒙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 米尔基约耶夫 伊朗代理总统 穆赫贝尔和印度代表 观察原国 蒙古国领导人 主席国客人 阿塞拜疆 卡塔尔 阿联酋 土耳其 土库曼斯坦领导人 以及联合国秘书长 古特雷斯等 国际和地区组织 负责人出席 峰会开始前 习近平出席托卡耶夫 为与会代表团团长 举行的欢迎宴会 并集体合影 蔡奇 王毅等 参加上述活动 参加上述活动